5月报税季就快要开跑 关于抚养亲属的免税额 到底要用在薪水高的 还是薪水低的子女身上呢 会计师说申报抚养一个人 可以多出8.8万元免税额 超过70岁甚至高达13.2万元 当然是由高薪的猎豹抚养 才能比较省税 如有抚养父母或已成年子女等亲属 请自行输入抚养亲属姓名 身份证统一编号 如果是多个子女同时进抚养义务 那就要自行协调由谁猎豹 如果协调不成 国税局会依照抚养顺位 还有报税资料进党的时间做判断 官员也提醒 已经成年却没有工作 或是为达报税门槛的 不代表没有谋生能力 这就不能列报为抚养亲属喔 诶 这我吗 你们都看得到吗 好像都看不到了对不对 诶 你们要注册了哦 不然就看不到了哦 看不到哦 想骂我也看不到了哦 我都是女嘉人 想要看吗 想要骂我吗 想要留言骂我吗 想要留言又看又骂我吗 啊 来注册吧 很快哦 半生半流就看不到了 要花钱了哦 现在不用哦 快点哦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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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